小伙伴们好呀,我是阿芳,欢迎来到我的课堂 今天阿芳来教大家勾一款两用的纸巾盒 为什么说它是两用的呢 首先呢,它能 看,我现在放的是一个卷筒子 然后呢,它也能放这种长方形的这种纸巾 所以呢,特别实用 我用的是两股的开四米 它的粗心呢,跟五股牛奶面差不多 工具呢,是4.0的勾针 其实它特别简单,就是五片这样的竹母方格 每一片的边长呢,是14厘米 大家不喜欢这么大,你可以勾小一点点哈 像我呢,这里是勾了两根袋子 你要取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把这个袋子解开来就可以 特别方便,是吧,这是一个纸巾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放方形的 这里你也可以装扣子哈,姐妹们 是不是特别好 这个呢,是比较偏大一点 大家可以勾小一点点 勾一个12,13厘米,应该也是可以的 看到吧,我是觉得蛮好看的,对不对 好,姐妹们看一下哈 这个单元花呢,我总共勾了五片 它的花形呢,就是这种最基础的竹母方格 然后呢,这个教程呢,我就不出 因为前面呢,刚刚出完的勾姿结合的开山毛衣 它下面下摆的这个花形跟这个一模一样 然后连接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样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竹母方格的尺寸哈 我这个边长呢,就是14厘米 大家如果家里的这个纸巾比较大 或者你想大一点,你就勾一个15厘米 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小 总共呢,我是勾了五片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单调了 你可以勾别的任何的竹母方格 只要尺寸是14到15厘米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呢,边勾边连接 我也不给大家说了 就是之前都出过教程哈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四片呢,是这样围成圈 围成圈呢,这个线头统一朝一个方向 然后呢,第五片我们怎么连接呢 就是这样 看一下 我用这个撞色的配色哈 然后大家这个四片呢,可以用不同的颜色 就是把家里的零线给它消灭也可以 好 都是这样的,连接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跟之前的教程也没什么区别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 就是把这个针目对齐了就可以 然后呢,如果你有线头的话呢 就给它 给它夹在一起给它勾 这个锁针我们忽略它,不管它 然后我们只连接这个长针就可以了哈 就这样把它给它勾完 看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线头呢,我们 长一段就可以不管它了,就这样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拐弯的地方我们怎么勾哈 然后这个配色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哈 好,这边我们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这个连接的地方不用管它,我们直接在这里勾一个短针就可以 当然手特别紧的姐妹你可以在这里勾一个哈 我是觉得这里勾了不好看 好,然后我们开始勾这边 这边这边 这边可以勾一个 好,我们就拐过来了 然后呢,开始连接第二条边 它刚好是四条边,然后我们这里呢是四个组母方格 就是每一条边 对齐了连接就可以,看到吧 针目也给它对齐 然后这个线头呢,大家可以给它 夹在里面一起给它勾 好,大家看一下 我就是这样这样连接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不是有两个角吗 拐弯的地方,拐角 这里勾了一个,这里勾了一个 我这里没有勾 我觉得这里勾了不好看 看就这样把它连接完哈 四条边,你看,连完了这一条呢 我们又连接这一条边 我们是这样的哈,这里 这里勾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 勾一个短针 然后这里呢,勾一个短针 这两个短针,这个地方都是勾在这里的 好吧,姐妹们 好,这个底座呢,我们就连接完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连接的方法 喜欢看这种,大家可以 这个地方也可以单独勾几片 然后勾完了以后 再这样缝合 就跟这个一样的,好吧 现在我们开始勾这个包口 包口呢,先在这个拐角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勾一针 短针一 然后呢,长针的针目上勾 好,这个呢,这个锁针我们不管它哈 就是我们这个 只在长针上面勾 锁针不管它 我们这个花形不是三个长针,一个锁针吗 对吧 然后呢,就这样 看一下拐角的地方怎么勾 好,拐角的地方呢,大家可以稍微收一点口 这里勾一个未完成的 这里勾一个未完成的 这样 好,然后呢,这里就是这样 每个长针的针目上勾一针 看到了吧 其他地方方法都是一样的哈 自己把它勾完吧 好的,这一串就勾完了哈 勾完了,我们可以再勾一串狗牙针 勾三个短针,然后一二三 好,跳过一个针目 一 二 三 跳过一个针目 一 二 三 好,大家就这样把这一圈勾完哈 好的,这个主体呢,我们就全部完成了哈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装扣子 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勾这个袋子哈 我们来勾袋子吧 就勾这种最简单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 十二 一 二 就这样啊,勾一个大概六十针吧 好,这个六十个锁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两头打个截 这边也打个截 大家喜欢长一点就勾一个八十针哈 然后这个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看到吧 这里寄在这里 这边一个,然后这边一个,就在这个地方 两根袋子哈,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怎么固定呢,看一下 看 这样给它绑 其实我们平时的话呢,我们只要 解一根袋子就可以 如果要拿出来的时候,用完了,或者说要放进去的时候 解一根袋子就可以 这根袋子我们可以固定它 看这样 其实也挺漂亮的是吧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装扣子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就固定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圆的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方的 所以这个呢,还挺实用的 我这个呢,是偏小 就是正常的纸巾呢,需要这么大 但如果你不需要这么大的话 我是14厘米是吧 你可以勾一个12到13厘米也是可以的哈 今天这个教程呢,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哈 感谢大家观看